那黃絲貞見到連山董都被孫悟空燒賣,哎,多年心血化為塵,就想撞到石頭一死了之, 被旁邊的白絲貞和黑絲貞一手拖著他再三勸解,然後才一起奔向玉華城,煞時間風滾滾霧騰騰押向玉華城此,嚇到守城的兵將,快點走上城門飛步進去給玉華王聽,千歲啊,不得了啊,一班妖精飛沙走石,噴霧吹風那樣來著啊。 那個玉華王當堂嚇到臉色都變了,孫悟空呢,他冷笑幾隻,噴霧,不用怕,不用怕,放心,放心,這些都是虎口董的妖精,昨日打敗仗,去東南方找他那個什麼九陵元星來報仇呢,你們軍臣守著盛節,等我三兄弟出來對付他們,於是全城兵馬出動了, 守著城門城場,玉華王和三個王子就陪著唐三藏上城樓上, 孫悟空就帶著諸八戒,沙和尚出城外一體,見到古靈精怪和古怪精靈兩個小妖精, 後面每人托著一支採旗行頭,後面跟著七隻大獅子,黃無獅,青無獅,白無獅,黑無獅,紅無獅,藍無獅,紫無獅,六種顏色, 後面跟著大獅子,後面跟著大獅子,豺狼老虎花跑,後面又見到青無紅面怪,托著一面感受屯花寶藏, 下邊站著一個人十分古怪精靈,得人怕,那個人穿著一件刀袍, 身上生著九個獅子頭,抹大把口,個個口好像水光那麼大的, 整班獅子精齊齊齊整整,報好陣勢地攻過來, 我黃獅精報仇深切,拿著四名產一馬當仙衝上來, 朱八戒就想著他昨天都是他手下敗將,所以就爭著上陣認敵, 誰知今天這個黃獅精就不同昨天,他山董被毀,日逃冤首, 正所謂盼死無大岸,打得凶狠飛上,朱八戒打了幾個回合, 真是有點棄緊,這邊,鑽不空用沙和尚,就快點衝上前來接影, 那邊,紅白黑青藍紙六隻獅子精一起撲上來, 哇,七隻獅子對三個和尚,打到天昏地暗, 由中午一直打到埃曼,朱八戒一個對一個都已經吃力了, 現在有多隻白獅精上前,兩隻獅子精圍著他來打, 打下打就手軟,被那隻黃獅精一打咬著就逐了回去, 孫悟空和沙和尚,正是和另外五隻獅子精在打, 聽見朱八戒在喊,說哥哥救命啊,救命啊, 回頭一望,見朱八戒已經被黃獅精搭著走了,想回去救, 誰知道那五隻獅子精死前著不得身, 好一個孫悟空,他立刻在身上猛猛炸蠔帽出來, 一拼,喊一聲劍,一變變百幾個孫悟空出來, 將五隻獅子精圍著來打,那五隻獅子精見到勢頭不對, 凌轉身就想走,孫悟空和沙和想一人逐一隻, 將白獅精和黑獅精逐主, 剩下那幾隻就被他逃脫了,走到回去見到九寧元聖, 九寧元聖就逐了朱八戒回來, 而自己又被他逐了兩個徒孫去, 就吩咐,將朱八戒綁著他, 不要傷他性命啊,等我明天拿他來換我兩個徒孫回來。 再說孫悟空和沙和想,將兩個獅子精逐分入玉華城池, 玉華王立刻下令,叫二三十個教位拿繩來綁到實力溫住, 孫悟空立刻進去見師父,唐三藏就問, 悟空啊,白戒被他們逐了去,不知性命如何呢? 沒事的,沒事的,我們逐了他兩個獅子精來, 他必然敢傷害八戒,等明天我將這兩個獅子精去換八戒回來。 那晚,玉華城就緊張了, 兵臨乘客,全城的軍民, 就夜不停在城樓上面來放手, 城門緊閉,城牆上就掛滿燈籠放著火把, 照得如同白酒, 其他日,一早都眉天光, 那九寧元聖就吩咐黃師精, 啊,你們今天就用心和孫悟空和沙和上來打, 你們一尾纏略一下, 啊,等我親自出馬, 我暗中飛入城中, 將我玉華皇父子和唐三藏一起逐回來, 那就帶回九曲盤門董等你們回來。 於是,五隻獅子精一齊上陣, 孫悟空和沙和尚早就在城牆上等候, 一見五隻獅子精衝來, 他就跳出城外來迎敵, 城上邊搖旗納喊, 金鼓齊鳴, 城外邊, 虎嘲狼蠔喊, 陣聲震天, 這一場打鬥就厲害了, 五隻獅子精是對兩個和尚, 打到呼呼刮地狂風惡, 暗暗遮天黑暮濃, 走石飛沙神鬼怕, 推臨倒樹虎狼驚, 只是打到難分難解, 那個老妖精九寧元聖, 已經偷偷地架著黑魂, 一直飛入城中, 九個頭一齊振下振下, 嚇到城中守城的軍事, 近衛將軍, 文武大臣, 個個都傻了一樣, 被他一直進到城樓中, 將唐三藏和玉華王, 和大王子, 二王子, 三王子, 一口咬一個就咬著, 飛回入陣中, 又將諸八戒咬起來, 一起飛回九曲盤換洞, 原來這個九寧元聖是九頭獅子, 一口咬一個, 唐僧, 朱八戒, 玉華王父子四個, 一共六個人, 還有三把口證, 那五個獅子精, 見到師公得勝, 更加兇銀, 就撲過來, 旋風打下打下, 聽見城中喊聲震淺, 又見到那黑雲飛過, 甚至還算, 哎呀, 糟了, 糟了, 這回, 被他來個兜毒將軍, 天天, 想回去救師父, 只想, 哎呀, 不行啊, 老妖精已經將師父逐出去, 再回去亦無仔於事, 好?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你做我師父, 我一樂熟, 就做了那些途孫的, 往日打鬥呢, 孫悟空用身上的毫毛, 一條條用, 最多就拔一炸, 現在, 火上來, 用口來, 右手臂上來, 咬, 一炸炸地咬出來, 咬一炸, 就噴一炸, 就變一炸, 嘩, 一見就變了千幾隻孫悟空, 滿天的猫王, 千幾條如意金枯帕, 逼逼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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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五隻獅子精圍都塞, 那黃獅精想走, 旋紅一邊追, 一邊鬧, 我批, 一日都是你, 妖孽作怪, 害我師父受難, 你還想走去哪兒, 手起棍落, 當堂鮮血直流一命烏苦, 那四隻獅子精, 看到黃獅精被他打死了, 就更加深方地想走, 哪兒還能走呢, 一四隻獅子精, 就被孫悟空來通通促了, 孫悟空和沙和尚就吩咐, 將那幾隻獅子精綁著他, 連黃獅精的獅首一起, 帶回到玉華城, 然後就收回身上的毫無, 回到玉華城, 那時候宮中都已經大亂了, 王妃在哭哭啼啼, 一見到孫悟空, 就立刻跪下來求求, 神爭啊, 神爭啊, 我殿下父王和三個王子, 和你師父, 這回性命難保了, 哎呀, 現在一座孤城怎麼辦呢, 哎呀, 不用怕, 不用怕, 我現在打死他一共, 一共就逐了他六個獅子精, 那老妖精不敢傷害你千歲和三位王子, 我明天一早上山, 逐住老妖精, 救回師父出來, 還回千歲和三位王子給你看, 王妃和宮中女眷, 聽到這麼說都再三叩謝, 然後一個個含著拋眼淚又翻入宮中, 孫悟空就吩咐那些官員, 將個王子精, 脫了皮他, 那六隻獅子和我綁住他所在監中, 拿些齋飯出來等我兄弟飽食的餐, 明天上山燭耳, 天天一清早, 孫悟空就帶上沙和尚, 架起長雲, 飛到竹節山, 哎呀, 真是看不出, 這個老妖精著的山洞, 不像妖魔洞虎, 真是看不出, 真是看不出, 回亂重疊, 古道彎環, 山下溪水清澈, 岩前感受花香, 真是學來重有伴, 雲去石無依, 四時八折好風光, 不雅迎周仙景象, 孫悟空兩個正在觀看, 忽然間, 見了個紅頭青面怪, 拿著一支卷棍在前面走過來, 孫悟空也見大喊一聲, 我批你, 妖精, 找你手, 說, 現在對了, 又壯正老孫, 那小妖精抬頭一望, 突然縮縮了一塊, 在山上一滾, 就滾了下山, 孫悟空和沙和尚兩個就追著來, 一直追到山下, 咦, 無影無蹤呢? 哦, 肯是鑽入洞虎的, 兩個就周圍那麼穩, 果然見到北遠處有座洞虎, 有一道花斑石大門, 山到實, 門上鑲住了一塊大石板, 端端正正寫著十個大字, 萬寧竹節山, 九曲盆門洞, 原來這裏果然是九寧原聲的洞虎, 剛才這個青面紅毛怪, 真是在山頂上一直滾下來, 躲進洞中, 山頂上洞門, 隔壩就報給魯妖精聽, 祖師爺啊, 外面有兩個和尚追著來啊, 魯妖精一聽, 一句說話都不說, 好, 站起來, 走幾步, 然後長嘆一聲, 啊, 可憐可憐啊, 我黃師孫被他打死了, 六個屠孫被他逐住, 現在他還追上門來, 哼哼哼哼哼, 好好, 哈哈, 這個魯妖精啊, 你也看他不出啊, 魯咧咧咧, 就見道仆, 身上也沒有披掛, 手中也沒有拿兵器, 真是這麼厲害的啊, 他搖搖擺擺, 去到洞口, 細細聲吩咐小妖精, 咦, 你們開門啊, 他自己呢, 躲在一邊, 那道門一打開, 孫悟空和沙和尚兩個就衝進來了, 未走得兩步腳, 那個魯妖精就失驚無神, 九個頭一齊咬下來, 孫悟空兩個避雨都避不及, 被他一口咬住, 吩咐小妖精將孫悟空沙和尚, 五花大群, 綁到神, 就關在唐三藏朱八戒和玉華王父子那裡, 那個魯妖精就指著孫悟空鬧, 啊, 你這個死馬歐, 將我六個徒孫捉了去, 又殺了我一個徒孫, 哼哼, 現在我捉著你師徒四個, 玉華王父子四個, 都抵得過數了, 我慢慢才收拾你,哼哼。 跟著那個魯妖精, 又吩咐過紅頭青面怪, 和古靈精怪, 古怪精靈三個小妖精, 那, 將孫悟空交給你們三個管, 啊, 你三個都受那些猴子害的, 好了好了, 由得你們來報仇, 你和我用軍來打, 打到夠為止啊, 那三個小妖精呢, 都是黃絲怪的手下, 又受過孫悟空的害, 懷恨在心, 又出去找了幾十個拳頭那麼粗的棍回來, 出死力地在頭頂上來就啵, 在天靈蓋上打到逼逼啵啵, 三個輪流來打, 由朝早一直打到艾曼, 哎呀, 打到幾十支棍都團了, 三個小妖精身水身寒, 唐三藏珠八戒和玉華王父子一旁邊, 一邊看一邊流眼淚, 那個沙和尚呢, 就看到心都緊了, 過意不去就開聲, 哎呀, 好了好了, 不要打我師兄了, 你們要打打我吧, 打我吧, 打我吧, 那個老妖精又說, 你不用心急, 明天就輪到打你了, 那朱八戒就快點應對, 噢噢噢噢, 這樣啊, 後天才輪到我, 那老妖精又吩咐, 古靈精怪, 你們三個今晚在看守著, 你認真小心啊, 等我明天再作書紙, 我就休息一下, 老妖精就出, 回回去, 哈, 那三個小妖精呀, 還未解痕咯, 他們點起燈, 又搬幾十條軍進來, 好像和尚打拼拼, 照著孫悟空的頭, 打來打去, 打到半夜了, 這三個小妖精呢, 亦都筋皮力卷, 然後才一個個捏低, 在睡覺, 唐三藏一殼眼淚來問, 徒弟呀, 徒弟, 難為尼羅, 有沒有打斷骨啊? 咦? 一點聲氣都沒有的? 哎呀, 吳空呀, 吳空, 難道你真是被他們打死了? 慘了, 慘了, 誰知道那個猫狼王打了個喊落, 哎呀, 哎呀, 暗線合了夠, 真是舒服咯, 哥哥呀, 咧咧你還未死的? 嘻嘻嘻嘻嘻嘻嘻, 死得那麼容易嗎? 哎呀, 不是說那幾條這樣, 棍仔了下了下的, 拿刀來砍, 我都當是歐痕的, 那個猫狼王呢, 叫聲, 扁, 整身縮小了大本, 那條繩都不用解, 就脫了, 他一跳跳回落地, 見那三個妖精, 還在著瞎眼睡, 哎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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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這三個畜生你咯, 將你孫爺爺打得那麽多棍 是啻? 噗噗噗, 來而不忘、 非禮也, 輪到你孫爺爺 掙放了一棍比你了, 咯完咯, naked eye 台, 就拔了一条兽花针出来,一拼,仪杖那么长,碗口那么粗,我拼,一棍波下去,三个妖精当堂变成三个肉饼。 算不空,就立刻动手,将沙和尚放下来,刚刚开始解醒,那个猪八戒一见就叫,喂,喂,哥哥,你呀,你呀,这么偏心,我吊得最久,肯定是放我下来,老猪手脚都绑到腫了。 哎,那个猪八戒啊,你真是不生性啊,你看,他一吵就吵醒了个狗灵圆星,在里面大声喝出来,谁在外面吵意巴费啊,算不空日剧,糟了,糟了,事情大怒,那只狗头狮子好厉害的嘛,哎呀,不顾得这么多月了,三十六雀走为上掌, 他一口就吹醒了油灯,明明棒棒一轮乱骨就打出董外,那老妖精,起了身之后就摸到进来,见到没灯没火,就大声哭哭, 古灵精怪,快点点灯点灯,别被他们走掉了啊,连喊几声都没人回应,那老妖精自己点着灯一看,哎呀,地下鲜血淋淋,三个肉饼,唐三藏和朱八戒,玉华王父子都在这里,就是不见了孙悟空和沙和尚? 那老妖精大声喊,人来人来,孙悟空走了啊,整班大大小小妖精起了身来找了,那时候呢,沙和尚的乘身还绑到尚未曾解脱性的嘛,他跺在那里想躲起, 他跺在那里想躲起,日下旨就被逐关弯离,召仰房的处上,就是不见了孙悟空,大门上的小妖精非法进来报,祖师爷啊,几层门都被那个猫猫王打烂了,走了出去啦。 那个九龄元姓呢,也不去追赶,他又吩咐,收好大门,等明天,我打听到我六个徒孙怎样,然后再作处子。 那个孙悟空呢,一走就走出九曲盘缓拱,架起长文就回到玉华州了,城头上各方土地神灵,和城王就迷晒迎接,孙悟空一见就火了,我呸,你们怎么今晚才来拜见我? 那城王就说,哎,小臣知道,大圣降临玉华州,因为有玉华王留住,故此是不敢来见大圣,如今知道玉华王逢妖怪,大圣航魔,故此是赶来叩见,小臣王还想发火, 原来说,金头蝎蝎六甲六丁神像,拿着土地工来到,跪在面前,孙悟空一见就喝着他们,哎呀,你们呀,你们呀,竹节山保护我师父,走来这里做什么呀? 金头蝎蝎说,大圣,你离开山董以后,妖精又是将卷廉大将组了去,我们见他这么大发力,就将竹节山的土地押来这里拜见大圣, 那个土地知道妖精的根由,请大圣来查问一下,以便快点解救唐僧出难呀。 孙悟空听见这么说,才转怒为喜,立刻来查问那个土地,那土地心惊,淡跳,窒口窒蝎,一边叩头一边说, 大圣啊,那个老妖精呢,前年才来到竹节山的,竹节山上有个九曲盘环董,本来是个狮子斗来的,有六个狮子精在那里住,自从老妖精来之后呢,就拜老妖精做祖师爷,这个老妖精是狗头狮子,又叫做狗灵圆星。 大圣啊,如果要修复他呢,就要去到东极妙岩宫,请他主人攻来才有办法的,其他人哪个都捉不住的。 哦,原来这样,嘿,我知道了,东极妙岩宫,是太月救虎天尊的那里,哦,是他坐那只狗头狮子, 咦,好好好,揭祭金甲,你们带草地回去,暗中保护着师傅和玉华王父子,老妖精去也。 啊,跟手就一个跟斗,去到东天门外,遇到广木天王和天丁力士,天王就问,大圣啊,去哪里啊? 啊,我去妙岩宫走啊,大圣,你西天路不走,怎么会来到东天这边干什么呀? 啊,老孙在玉华城,遇到那帮狮子精,原来主人公是妙岩宫太月救虎天尊啊,故事来请天尊帮啊。 啊,广木天王就笑笑口说,大圣啊,一天都是因为你要做人师傅,故事先引出一斗狮子出来啊。 啊,哦,不怪得啦,原来那只老狮子,不抵得我做师傅啊,哎呀,怎么这么笑气啊。 啊,广木天王和力士就让开条路给大圣进去,一直去到妙岩宫,那太月救虎天尊,就高坐九色莲花座上,听见孙大圣来了,就立刻下座来到相见。 大圣,好久没见你啦,闻得你保唐僧西天取经,功幸圆满的啦,快啦快啦快啦,是还差的多呢? 啊,现在有事要求天尊嘛,咦,就是你那只狗头狮子,走下凡间去捉捷山九曲盘缓董作怪呢,捉了我师傅和沙和尚诸八戒,连玉华王父子四个都捉过去。 哎呀,老师还不知多辛苦才能脱身来见天尊啊。 啊,月救虎天尊一听,即刻派天将去狮子房,找着个看守狮子的童子。 那个童子呢,还在那里睡得懵懵懂懂,硬硬推醒他,他一蹬开眼,哎呀,死了,不见那只狮子,吓得当堂眼泪溜流,死了死了,走了那只狮子去,天尊就将这个狮童压上中厅。 啊,天尊一见就问他,我只狮子呢,狮童一尾在这儿求情,哎呀,天尊啊,孙醉啊,孙醉啊,孙醉啊。 啊,孙大胜在那儿我不打你,你快点说,为什么会跑掉我的狗头狮子呢? 哎呀,天尊,我前日在大千金路殿那里见到有一瓶酒,我偷来喝了, 怎么知道立刻睡着了,睡到刚才才醒了,一起床就不见那只狗头狮子去了。 哎呀,那瓶酒那是太上老君送的,叫做轮回情逆,你喝了我要睡足三日才知醒,天尚三日,凡奸三年咯。 啊,好啦好啦,你快点起床,我免你死罪,你跟我和大胜下凡去收回他回来啦,其他仲仙你们不用来啦,各人翻入宫中。 太月救护天尊和孙大胜和孙大胜和司徒一起来到竹节山。 吾芳揭替六甲公草,本山土地都来齐了迎接。 孙大胜一见就问,怎么呀,我师父有没有挨打受罪啊?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老妖精睡了觉,没有冻都应。 天尊就说,不会的,不会的,我那个袁星尔,也是一个九收得道的真灵,等闲不会伤生的。 啊,大胜啊,你去他门口啊,引他出来,等我来收服他啦。 孙大胜就拿起棍去到洞口大声吵,我说,呸,老妖精,快点放人出来,迟些我要你性命。 一年叫了几声,那个老妖精就睡着了觉,就没人应。 叫来,叫去都不见有人出来,孙大胜就火起来了,拿起棍就叮咛叮咛叮咛,连门都打烂。 那个老妖精就在梦中惊醒,爬起身就撲过来,摔下摔下那狗的头,摸大狗的大口,就想咬过来,孙大胜就转身就走。 老妖精就在一边追着一边吵,你这死猫猫啊,你还想走?你走去哪儿啊? 孙大胜一跳跳上山顶,哎呀,你还敢这么大胆无礼啊?你还未知死啊?你老爷主公来了啦。 那时候太阅救护天尊就大喝一声,袁姓矣,我在这里。 孙大胜就把那狗头尸精引出董,太阅救护天尊一见就喝了声,袁姓矣,我在这里。 那老妖精就认得主人公把声,当堂四脚趴趴,日尾是要扣头认罪。 旁边的看尸的同志就跳出来一手捉住他,在头顶上一连打了百几拳,一边打一边骂。 你这畜生,你这么大胆偷走开我来受罪,我先打你一身。 那狮子合口无言,那童子就打到手累了,才停手。 天尊就骑上狗头尸子,喊一声,哟,那只狗头尸子一阵风,就背着太阅救护天尊回到妙岩宫。 孙吾空就望空多謝天尊,就返回入洞中,将师傅、朱八戒、沙和尚和玉华王父子救出来,叫朱八戒拿去柴草,将九曲盘换董,萧清宫。 孙吾空就叫郭神宁翻转,然后他自己就带着唐三藏,叫沙和尚朱八戒,就带着玉华王父子,回到玉华州。 回到来周城,已经是天客了,城中的后妃官员都来拜见,高高兴兴,当晚就各自安寻,一肃无话。 第二日,玉华王的传子大开宋宴,合府大小官员一一来到謝恩。 孙吾空就吩咐,将六只狮子劏了他,连着那只打死了的黄狮精,将狮子肉切成一二两重一块, 就分派给皇府内外民武官员和玉华州军民人等, 一侧给大家尝尝尸子肉的滋味,二侧也压下惊,家家户户都十分欢喜。 那时候,铁掌已经做好三件兵器了,那只金箍棒有千斤重,九尺钉扒和行妖像各有八百斤重。 孙吾空诸八戒沙和尚,三个就在皇府中一年几日,将功退之方,紧慢之法七十二道解数,都教授给三个王子。 一来三个王子学武身兼,二来孙吾空传授了他们的神力,故此很快就学会用这三种兵器。 唐三藏见了这样,就催促孙凶起程,玉华王父子亦不敢多留,就大开宴席来拜谢师傅。 唐僧师徒四个离开那阵,大街小巷,家家户外焚香火,处处门前献彩灯。 玉华王父子一直送到城外,然后才分手。唐三藏师徒四个,这一次遁解群师,潜心正果,正是无类无忧来佛界,诚心诚意上雷阴。 一路平安,走五六日了,又见了一座城池,唐三藏就问, 吴空啊,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吴空啊,是的,这里城池上,有棋杆又没棋的,要走上去问问才不知。 四个就走到城外,见到城门外两边茶坊酒馆,米市油房,十分热闹。 街上有几个无似闲油的无乃,见到朱八戒嘴长以大沙和,想黑口黑面,酸吴空一扁被突压,三个生得这么古怪,就涌来看。 唐三藏心中有点害怕她三个又惹出事端,不敢入省,见到旁边有座山门,山门上写着池云子三个字,唐三藏就说, 吴空啊,不如我们先在这间纸休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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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我曾荣佛国高云外增房静月中 起得十分宏伟 唐僧司徒正在观赏 在走廊那边 有个老和尚走出来 见到唐三藏就问 老师在哪里来的 弟子是中华唐朝使者 老和尚立刻跪下行礼 唐三藏就快点扶起身 老院主为何行这样的带礼呢 我老和尚合掌当空说 哎呀我这里向善的人 看经念法 都是望能够收到你中华地方来托身 刚才见老师风采衣冠 果然是前生收到的 故事你当下拜 唐三藏就说 哎呀 惭愧惭愧 弟子乃行脚争 有什么受用啊 好像老院主 在此 咸阳自在 这样才是享福啊 那个老和尚就带领唐 增入到正殿 拜过佛像 唐三藏就招呼 孙悟空他们三个进来 原来刚才孙悟空三哥 见到老和尚走过来 跟师父说 他三个快点 拧面就站在一边 故事老和尚就没留心在意 没看见他们三个的样子 而一堂三藏就叫他们 三个一切拧面 老和尚一看 哎呀呀呀师父啊 什么什么 你那三位高徒 那么得人怕的 哎呀呀 他们三个的样子 生得丑点 只有本事的 贫增一路就靠他们保护着 才来得到你这儿的 那时候 里面有几个和尚出来 老和尚就说 这位老师是中华大唐来的人物 这三位是他高徒 那几个和尚十分欢喜 就问 老师中华大国 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贫增奉堂皇的圣子 到灵山拜佛求敬 路过宝坊 一则求问地方 二则是化餐斋 立刻就扯了 那帮和尚就请唐三藏 进去方丈室 方丈室里面 有几个和尚在那儿 那老和尚就走先几步进去 就小小声对里面 几个和尚说 喂喂喂 你们都来看看中华人物啊 原来中华有生得漂亮 也有生得丑的 漂亮的呢 漂亮得滑都滑不出那么漂亮 丑的呢 就丑到你猜都猜不到那么丑的 整班和尚和尚和带主都来相见 然后各自坐下喝了一阵香茶 唐三藏就问 贵处是什么地方呢 啊我们这里是天竹国 外郡 叫做金平府 那这里去凌山有多远呢 哦那这里去国都有二千里 我们就去过 知道路 再去凌山我们没去过 不知道有多远的 然后呢 里面就摆了齿饭出来 唐三藏师徒 吃完齿就想要起程 整班和尚就留着他们 老师啊 你再住一两天 过了元宵节才走都不迟啊 唐三藏就说 哎呀 弟子在路上 只知有山有水 只怕御怪逢魔 将光阴都错过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元宵佳节 老师 你拜佛还误贤心重 所以不以此为念 今天是正月十三 今晚就开始试灯了 后日十五尚圆 要到十八九元才借灯啊 老师 我这里人家好善 本府太秀老爷爱民 各个地方都高张灯火 通宵热闹啊 还有金灯桥 乃是上古流传至今的 更加丰盛 老师 你们宽住几天 我们虽然是荒山 都能够接待到你们的 老师啊 你千万不要推却啊 唐三藏无可奈何 只好住落 当晚就听得佛电上中古圈天 那是街坊众人送灯来献佛 唐三藏师徒都出来看灯 看到半夜才睡觉 那天一早吃完早斋 一起进后花园去晨走 我也走 represented 过得 这是真好境稀啊 也很HH 圆林丘静景物清新 四时花木争旗 卓若花 茅丹花 紫薇花 含绍花 山茶花 红梅花 迎春花 碎香花 真是花团 感寿 百泰千枝 还有亭台楼阁 仰姓楼 莲摩塞 听雨谦 楼云阁 七层宝塔 师徒游足一日 到晚上又在殿上看灯 只见到马路花 城流离仙董 重重感受 蝶蝶玲珑 如龙出海 乱奉腾空 真是灯光月色 和气溶涌 佳景无穷 唐三藏 和寺中的众僧人 在寺内看完灯火 又到省外边走 走到二更时份 才回来睡觉 翌日 唐三藏对慈云子的老和尚说 弟子园有素塔之园 趁今天是上园佳节 请老远主 开了塔门 让弟子了此心愿 于是老和尚就开了塔门 沙和尚就拿了件袈裟 出来被唐三藏穿 然后一层一层 掃上去 一直掃到塔顶 那座宝塔层层有佛 处处开窗 掃一层就想换一层 掃完下来 天色二晚 那晚正是十五元 宵佳节 池云子的和尚就说 老师傅 我们前晚在荒山城外来看灯 今晚是正节 不如入醒去看灯吧 唐三藏的长年累月在荒山野岭 日晒雨林 难得今天来到这里 就碰上上园佳节 想着辛苦了这么久 现在就快到雷阴 想要休息一下 开心 所以就师徒四个欢欢 喜喜跟一起入醒看灯 只见天上明月当空 地下满城灯火 灯影月陪增光辉 月照灯更添灿烂 灌不尽铁锁星桥 看不了灯花火树 你看 雪花灯煤花灯 寿平灯 核桃灯 核桃灯 河花灯 青丝灯 白象灯 夏灯 海灯 渔灯 羊灯 兔灯 铅灯 丰灯 丰灯 风灯 唐三藏越看越开心 看得不舍得走 那帮和尚 就催他们去看金灯 几个一起 就走到金灯桥边 那里有三盏金灯 每盏灯有水光那么大 灯上就照着 玲珑剔透两层楼角 都是用誓金丝线编程 里面还镶着流离薄片 远远看见得像光辉苟结的天上明月一样 又闻到一阵一阵油香 唐三藏就闻 这三盏灯真是好看 不知道是什么油呢 那么香的 那帮和尚就说 老师呀你不知道 我们这里后边有个地方 叫做文天苑 那里有二百四十里方圆 一共有二百四十家灯油大户 每户一年要出二百多两银来做买油的钱 这三盏灯呀 用的油不是平常那些油来的 是苏合香油 这些油好贵的 每一两油要卖二两银 一斤油要值三十二两银 三盏金灯 每一盏金灯要点五百斤油 一共一千五百斤香油 要四万几千两银 连上各种集费一共要五万多两银才点三个夜晚 什么呀 三盏灯 怎么用得千几斤油呢 是啊是啊 今晚就是第三晚的了 怎么过今晚 佛爷现身显成 明晚就没油 灯就会关掉了 知八家在旁边偷笑 是啊是啊 满城人家自古至今都是这样传来的 灯油干了是佛祖收灯 这样就自然五谷封灯 如果有一年灯油不干 这样就不得了了 这样就连城方寒 风雨不吵 所以人家都愿意供奉灯油的 刚刚说的 忽然间听到半空中 呼呼声风响 那帮看灯的人 立刻四散走开 慈云子那帮和尚也站不住脚 老师傅 走了走了 回去了 风来了 佛爷刚临来看灯 唐三藏就问 怎么知道佛爷来看灯呢 哎呀老师傅 年年都如此的 将近三间就起风 人人都知道佛爷刚临 所以人人都回避的 唐三藏就说 哎呀 对了 对了 弟子是师佛念佛拜佛的人 难得遇见诸佛降临 就在这里拜下 岂不是好 慈云子的和尚再三请唐三藏走 哎呀这位长佬 脾气就古板 但他说这样就这样 他怎么都不肯走 那时候 风声越来越响 风中果然出现三位佛身 一直来到三盏油灯前面 唐三藏就走上桥头跪下来下拜 孙悟空在后面就叫着 师傅呀 米拜呀米拜呀 这三个不是好人 必定是邪魔来的 说话没说完 忽然间灯火昏暗 一阵狂风 唐三藏已经不见了 吓得朱八戒两边那么稳 沙和尚到处叫师傅 孙悟空就说 哎呀兄弟 不要找师傅落极生碑 被妖精舍了去了 慈云子那些和尚呢 刚才听见风响 也已经吓得失晒 个个都低头在扣头 抹都看不见 听见孙悟空这么说 就胆战心惊地问 老爷呀 你怎么见得是妖精舍了去呢 哎呀 你这帮凡人肉眼凡胎 被妖精验了还不知道 还以为真佛降临来到受灯拱 刚才一阵狂风现佛身的 是三个妖精来的 哎呀我师傅也分辨不清 走上桥头来拜 我哀都哀不住 被那三个妖精整暗灯火 偷了灯油 连我师傅也接了去 沙和尚就问 大师兄呀 那怎么算好呢 那你和八戒和这帮僧人 一起回去慈文寺 看守着马匹行李 等老孙现在追着那阵风 去找师傅回来 好一个孙大声 一个筋斗跳上半空 闻着那阵声风 就向着东北方 一路追着去 一直追到天光 那阵狂风没了 已经到了座大山 孙大声一看 不用问了 当然是这座山 孙大声 就刚刚落到山上 找路 见到有四个人 赶着三只羊 在西波下一起 开泰 开泰 走着过来 算不通灯大火眼金睛一看 就认得是年月 日慈 四直 公曹 使者 我孙大声 就拿着金枯棒 一跳跳来 大喝一声 呸 你这个床头 缩颈的无神 别走 四直 公曹 见到孙大声 摄穿他面目 吓得就快点赶走 三只羊 一起在路边 来拜见孙大声 大声是罪 大声是罪 我呸 一向都未曾多使用你几个 你见路宣 管得松 你一个个偷懒 都不来拜见我 叫你们保护师傅 你们走 大声 大声 你听我们品报 你师傅 近日放宽了禅性 在金平虎持云子探宽 看灯 心都散了 故此 太极生痞 乐极生悲 今晚被妖精 逐了去 他身上有护法神灵守住 我们知道大声 你一定连夜追赶的 怕大声不熟悉山林小路 故此留夜赶来全报 那你既然来全报 怎么隐性变形 还赶着三只羊来干什么呢 大声 你师傅是太极生痞 我们赶三只羊 叫三羊开态 是破解你师傅的痞塞 全空听完就收回那只棍 好了好了 那这次就免打 我问你 这座山是不是妖精的住处 是啊是啊 这座山叫青龙山 山中有个董叫玄英董 董中有三个妖精 大的叫辟寒大王 第二个叫辟鼠大王 第三个叫辟臣大王 这几个妖精都有千年度行的了 自幼就喜欢吃苏合香油 成精之后就来这道假装佛像 压了金平府的官员百姓 设立香灯 灯油有用苏合香油 那他们每年精月十五日变成佛像来都收油 今年见你师傅在场 他认得你师傅是圣僧之身 所以连你师傅都涉入洞中 大圣啊 不用多久他要劳你师傅 用苏合香油煎泥吃的了 大圣 你快点去救你师傅 算不空听完就叫那四直公吵 他自己转过山咬去找洞虎 走了几里路远 见山溪旁边有座石崖 崖下边有座石屋 石屋有座石门半开半掩 石门旁边有座石蝶 上面写着六个字 青龙山圆英董 算不空站定大喊一声 妖精 送啊我师傅上来 力辣一声到石门打开 有个牛头鲸 定定动动地走出来 就问 你是谁啊大胆在那里吵一巴掩 我呸你听着 我东土大唐取经的圣僧唐三藏的大徒弟 孙悟空路过金瓶虎看灯 我师傅给你这里的魔头摄出去 快点还给我 免得你一死 要不然我连你斗口都拆了 要你这帮妖精化为浓血 我个牛头怪一听就快点回去报 大王啊 糟了糟了大瓦临头啊 三个老妖精都捉着唐僧回来 仅是吩咐小妖摸了他衣裳 放入清水中洗干净 三个在商量中 要烫来切碎的用酥盒香油煎来吃 忽然间听着那个牛头妖 来到报大瓦临头 三个老妖精的大客一经就问 什么事啊 那个牛头怪就说 但是门前有个无面雷公嘴的和尚 在这吵吵说大王续续去师父来 要你快点送他出去 如果不是啊 连屋都拆迷将我们化为浓血了 那大妖精就说 哎呀 刚才抓到这个和尚回来 都未曾问他性命来历 是吗 跟他穿好衣服等我来审问一下他先 看上什么人在哪里来的 仅妖精一涌上前 将唐三藏解了醒 穿好衣服 然后拉到老妖精面前 唐三藏就跪下一下 抬着喊 大王啊救命救命啊 三个妖精一起渴过来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 怎么扭膽 见佛将都不避开 冲撞我们云露 唐三藏一边叩头一边说 貧僧是东土大唐架下派来的 去千足国带雷阴子拜佛祖取经 因为去金平府慈雲子化斋 成梦慈雲子的僧人留住过元宵节 在金灯桥上 见到大王显现佛将 贫僧乃玉眼凡胎见佛祖拜 故此冲撞大王啊 我老妖精又问 你一东土来到这里 路途这么远 你一共多少个人 叫什么名字 快快从实招来我 免你一死 唐三藏就快点觉 我是唐皇赐名为三藏 以唐为姓 故此名唐三藏 我有三个徒弟 第一个姓孙 明吾空行者 又叫齐天大圣 啊?齐天大圣? 是不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那个? 正是正是 第二个叫朱吾能八戒 是天蓬元岁转世 第三个姓沙 明吾正和尚 乃卷廉大将临返 那三个老妖精一听 个个心惊胆跳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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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别了 见那三个老妖精,个个头顶三个两只角,成身花斑斑,一个拿着大斧头,一个拿着大刀,还有一个拿着一支藤棍,后面跟着了大帮七长八短七肥八兽大大小小的妖精,都是牛头鬼怪力,拿着刀枪棍棒,托着三面大棋, 旗上面写着辟汉大王,辟鼠大王,辟臣大王,孙悟空上前大喝一声,呸,你这些牛头鬼怪,还不知死,快点还了师父给我,迟得这么激怒你孙爷爷,杀到你骗鸽不留。 那辟汉大王一见孙悟空就笑回来,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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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宁骂天宫那孙悟空啊?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见面就醜死神仙了,我还以为你多威风,原来是大臭樣的胡孙来的。 孙悟空就醉咒 既然叫他胡孙 一听就放了 我批你几个偷灯游的 游嘴妖精 你别走着别走着 挨你孙爷爷一军 说完你举起军就打过来 那三个妖精一切迎敌 一口气打得一百五十个回合 打到天黑 还是不分胜负 那匹臣大王将以 大棋一摇 整班牛头鬼怪一起围上来 孙悟空就见天色已晚 又见那三个妖精本事高强 加上整班牛头怪涌上来 想着难于取胜 于是一个跟狗就走回池云寺 诸八戒沙和尚 见到孙悟空远去了 整天都还没回来 两个就望到颈都长 一见到孙悟空回来就问 哥哥为何去了一天这么久 师父怎样怎样 孙悟空就将和三个妖魔打斗的事说 哥哥说不通是地府牛头马面作怪 不是不是 老孙悟空看这三个 我去等我捉住那三个妖精 叫他那几个西牛角落来就好了 孙悟空在青龙山打斗了一天 回到池云寺 那帮和尚来请孙悟空去吃晚宅 孙悟空就说 方便吃的多 不吃也不拘 哎呀 老爷呀 你打了一天 不吃的东西怎么行啊 咯咯咯咯咯那么多 咯咯咯咯那么多 有什么重要啊 老孙呀 五百年没吃过东西都是那样啊 那班和尚还以为他说笑 一会儿就拿了些齿饭上来,算不定随便吃了几口,吃完就吩咐沙和尚想和朱八戒早点睡觉,明天再救师傅。 沙和尚就说,个个啊,就怕那个妖精今晚不睡觉,漏夜将师傅吃了,怎么办呢?不如我们三个现在就杀他的措手不及,救师傅出来吧。 朱八戒又搭嘴说,是吧,是吧,今晚可月色,我们趁机去组妖精好啊。 孙凶一想,好啊,趁早组组妖精,救出师傅,也可以解救百姓,免致给他假借佛名,年年来偷走那么多香油,奴民,商财啊。 于是,孙凶就吩咐慈雲子的和尚,看守着马匹行李,他三个就架起长云,一直就去到青龙山,袁英洞口。 我朱八戒拿起狗屎钉塔,一塌就挫烂了那道石门,大声在外面喊,偷游的财啊,快点还回师傅给我啊,迟些就打进来了。 里面三个妖精,刚刚睡着,教给他吵醒了,各时拿起兵器,带领大小牛头怪冲出洞来迎战。 那时,正是三更时分,半天终月明如酒,三个牛头怪就对三个和尚,打到天翻地覆不分胜负。 那匹汉大王,突然间大叫一声,是门上来,整班牛头怪一涌就涌上来。 这班牛头鬼怪,不单止个样子争灵可怕,兼顾个个一铺死牛力。 孙悟空就神通广大那只金枯棒,还对付得来嘛,只珠八戒和沙和尚,本来就已经打到筋皮力卷了,突然间来了大批牛头怪,就顶不住了,就想说走为上掌。 谁知你已经迟了,被那群牛头怪一涌上来,就按到筋,将它两个捉回到董中,孙悟空就想救。 见那三个老妖精和整班牛头怪已经围上来了,哎,没办法,又是一个跟斗就走了。 三个妖精就得胜回董,将至八戒沙和尚两个就推到唐三藏面前,三个就围在一起。 唐三藏就眼泪汪汪地问,哎呀,徒弟呀,连你两个都遭独守啊,哎呀,吾空呢。 哎呀,那一位见到我们被人捉了,他不知跑去哪里了。 啊?吾空跑去啊? 哎呀,那他一定是想办法来救我们的了。 哎呀,就不知何时才来得到这里,何时才能救我们出去呢? 师徒三个,妻妻娘娘,相对无然。 再说过孙悟空,你猜他去了哪里呢? 原来他一个跟斗就上到西天门。 见到太白老金星在西天门外和四大灵官在谈着。 他们一见到孙大姓来了,就连亡司礼。 大姓,去哪里啊?哎呀,我去找玉皇大帝,求他派天将来修行妖魔啊。 跟着孙悟空就将师傅在金平府元宵看灯给青龙山元英董三的妖魔, 假装佛上做了他的事就说出来了。 那个太白老金星在你旁边冷笑, 孙悟空的,就已经心烦了,看见他在那里偷笑, 就大声喊过来了。 喂喂喂,啊,长登老弟,你还要笑什么啊? 嘿嘿嘿,大姓啊,你又金睁火眼, 和三个妖怪打斗过的, 难道你也看不出他是哪里出处的吗? 认得啊,我认得啊,是三个西牛成精,知道有些神通啊, 怕一时寒举不住,害了师傅啊。 啊,大姓就真的确是好眼力啊, 这三个啊,是西牛成精,知道有千年道行啊, 啊,修炼成精,灰飞云驾舞, 这三个妖精啊,最爱干净啊, 整天都要下水洗身啊, 名字叫做辟寒,辟鼠,辟疹, 要抓住他三个啊? 以后找到四目琴星出面就行了啊, 啊,啊,长庚老兄弟啊, 哪四目琴星啊,你说清楚点啊,等我去找他啊, 嘿嘿嘿嘿嘿嘿, 这几位都在斗牛宫外, 你去粉之玉帝就见分明的啦。 孙悟空就借过太白金星, 一直入到通明典, 四大天师就带孙悟空去见玉皇大帝咯。 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叫许天师带孙悟空去斗牛宫, 点四目琴星下界修妖。 去到斗牛宫外, 二十八宿星神就出来迎接。 许天师就说, 我奉圣子点四目琴星, 跟孙悟空下界行妖。 旁边就闪出, 角木架, 斗木蟹, 灰木狼, 井木岸, 四个一切就出来。 孙悟空一看, 嘻嘻嘻嘻嘻嘻嘻, 原来是你几个, 咦, 都是路相式来的, 哈, 那个长庚老家伙, 吞吞吞吐吐, 都没讲清楚, 早知二十八宿的四目, 不用老孙化这么多精神 见玉王大帝 四目琴声就问 大圣 是哪种妖精 是金平府东北面 青龙山 元英董西牛成精 哦 这样就容易 上山食虎 下海琴西 都是小意思 于是这四个木星 就跟着孙大圣 一直就来到元英董 哈 真是一物之一物 三只西牛正一见到四目琴声 就叛死想走 哪个还走得掉呢 四目琴声里面 三个就捉着三只 剩下一个木星 就跟孙大圣一切 将董外的其他 牛头鬼怪 统统杀青龙 救回唐僧和朱八戒 沙和尚出来 朱八戒一见到三个木星 组织三个西牛正 他发火上来 拿起戒刀一刀一刀一只 就将三个西牛正斩了头 拿割来将六个西牛角 就割了下来 元英董说 哎呀 这次是多得四位星姑 怕凡收拾 多凡四位 带四个西牛角 上天宫 进攻玉帝 回绞圣子 还剩下两只 一只留在金瓶虎堂 作为今后免征登游之证 我们就带着灵山献给佛祖 四木琴声十分欢喜 拜别孙大圣 加长运就翻翻上去 唐三藏就望空叩头来 搭借四声 孙悟空吩咐朱八戒和沙和尚 大师傅离开元英董上山雪坐镇 他翻翻转头一把火 将他坐洞虎 烧成灰尽 然后就一起翻翻慈云子 孙悟空将请四声下范 收行西牛精的事 讲给慈云子的和尚听 由带着西牛角 去到金瓶虎 孙悟空又加起长运在半空中大声 甭 金瓶虎 府远官员 军民人等听着 我是东土大唐派西天取经的姓登 你们以前每年贡献金登 是被西牛怪假装佛祖来骗取香油 我已经请天神收行的妖魔 现在已经素青山董 照尽妖精了 以后他们不敢作恶了 以后你们不用再贡献香油 不要劳民伤财了 现在留下西牛角给你们 作为面精灯油之证 讲完又按下云头 将西牛角交给州府官员 金瓶虎大小官员 城里城外人等 家家撤香案互败天神 府院的官员 就敬孙悟空帮他们除了大害 解除了百姓负担 留着他司徒大牌掃演 一面直下出告示 以后不准点设金灯 免除百姓买油库水 金瓶虎的百姓 就感激孙悟空的恩德 家家要留着他司徒 这家陈果家留 一直留了整个月 哎呀 逆了住百姓 心满意足 放开肚皮来吃 唐三藏呢 自从元宵节看灯 被妖精逐了去 他心有所悟 知道太极还生痞 自己因为爱上花灯 禅性乱 豈有美景道心里 人是一尾顾着游上 上缘风光 忘了要专心取经 所以才引出一场劫难 现在见到家家金星 情来都留着 他就静静拉上孙悟空说 悟空呀 此地不可多留呀 只管贪徒安乐 就会误了取经 又会惹得佛祖见罪 又生劫难的了 不如明天一早 微天光我们就走 不要被当地的官民人等知道 你看好不好呢 孙悟空见唐三藏 已经醒悟十分欢喜了 一年几个好啊 好啊 好啊 第二日一早 三更天 孙悟空就吩咐 猪八戒避马 那个傻人 这个月就吃惯贪惯了 睡到懵懵懂懂 搓下搓下伤压 喂 哥哥 这么早就避什么马 孙悟空就喝一句 起床 起床 师傅要起床 啊 什么什么什么要走的了 哎呀 哎呀 那个老和尚 真是呀 没来闻路的 现在才吃了三几十餐饱而已 还有排都没吃完 走这么快 干什么呀 哎呀 又找老猪来捱我而已啊 唐三藏一听就骂他了 哈 你这个赠康赠肥的蠢猪啊 快点起床 你再是这么懒 在这儿乱说呢 我叫悟空打你两棍 打醒下你 智八界第一次听闻师傅说要打他 吓到整个跳起身 吓吓吓吓吓 啊 师傅啊 现在整个变了的啊 往日最痛我的啊 时时都说我啊 蠢顿点 样样跟着我 哥哥要打我啊 他都劝着不准打的 啊 今天反而那么狠心 就叫哥哥打我咯 哎呀 师傅怪你一米喂食 又贪懒 怕误了路程了 你快点收齐行李 避马 我免得打? 那个书八戒真是怕了孙凶那枝棍 跳起身穿好衣服,逼着一吐气 见到沙和尚还在睡觉 他用脚刀一吓 沙和尚起身啊起身啊 迟你那枝哭桑棒就拼下来的 三个就执拾好行李 唐三藏就吩咐 徒弟啊,你们轻手轻脚出去 不要惊动寺中的和尚啊 于是司徒四个静悄悄离开山门 慈云子那帮和尚第一组 不见了唐三藏司徒 哎呀,走了,留他们不住啊 哎呀,将活菩萨放走了 那阵呢,醒来有几家人家 又上门来请唐僧司徒去吃斋 始终和尚就说 昨晚架魂走去了 一传出去,满城官员人等 都望空拜谢,感激孙悟空为民除海 再说唐三藏司徒 再说唐三藏司徒 离开金平府池云子 一路平安 不过又走了半个多月 有一日 又见了座高山 唐三藏又有点害怕 吴空啊,前面山岭进肖 事必要小心啊 哎呀,师父 现在已经将近佛地 端然没有妖邪了 师父,你放心啊 是,是,虽然来佛地不远了 之前日的自尊华 到天足国还有二千里路 哎呀,还不知道走多久呢 哎呀,师父 你肯定又将乌巢禅师的心经忘记了 不会,不会 心经是我随身衣缝 自从乌巢禅师教我之后 我哪一日不念 哪一时会忘记啊 反过头都念得出来啊 你为什么说我忘记了呢 哎呀 师父 你识念啊 你识解不识啊 哎呀,你只猴子啊 你又说我不识解啊 那难道你识解啊 我?我识?我识解啊 孙悟空讲完 唐三藏就望他一眼 唐三藏和孙悟空两个 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 两个一边走就两个合在嘴上 一句说话都不说 旁边的朱八戒一尾在嘎嘎笑 沙和尚也掩着嘴偷笑 自八戒就拔开沙和想说 哎呀,都不怕丑死人啊 那个猴子啊 啊,跟我一样 应该是做妖精出身的 他什么时候听过讲经 什么时候见过人说法啊 你看他啊 装起个钢,摆起个架子 这么大口气啊 我识,我识 你看他啊 现在一声都没得出啊 诶,这么本事啊 说了解啊 解啊 沙和尚又说 二师兄,你也信他啊 大师兄说大话来骗师傅走快点啊 大师兄他说 打拳武军的本事 哪里懂得讲解经文啊 唐三藏听他两个这么说 就喝过来啊 吾能不静 你两个不在乱说 吾空在解经 这就是无言语文字 吾空乃是真解啊 唐三藏称赞了孙吾空一轮 不知不觉 已经走了大段山路 路旁又见了座寺院 流离碧雅八字红墙半身半旧 隐隐见到苍蟲染过去 不知是几千百年间固物到如今 又听得流水散散 也不知是哪朝哪代流到现在的了 山门上大个字写着 布金禅子 旁边挂了个扁 写着上古遗迹 唐三藏在马上自言自语 布金禅子 诶 布金 布金 莫非是到了社会国界 朱八戒就说 啊 师傅啊 师傅 老朱跟了你十几年了 都未曾见过你息怒的 啊 今天怎么会认得路呢 不是 我时常看经重典 佛经里面说 佛祖 在社会国城 歧视吸菇院 那个吸菇独长者 想问太子 买了这座院来请佛祖讲经 太子说 我这个院不卖的 你如果要买 除非黄金布满原地 吸菇独长者 听见太子这样说 就用黄金来做砖头 布满原地 才卖了太子的奇缘 那就请得世尊来说法 这间布金子 莫非在那里 朱八戒一听就笑上来 好啊好啊 师傅 如果真是那里 我们不如要进去 叫几个金砖头 出来送给人 几个一边说 一边笑着走入山门 见到山门下 一大班人在 有挑担的 搭行李的 推车的 背包的 一对对 一群群 有些坐着休息 有些围着聊天 有些在地上睡觉 见到唐三藏 生得相貌堂堂 那三个又生得丑怪 一群人有些害怕 就快让开路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几个 唐三藏一见 就怕孙悟空三个又生事端 一边走一边在说 徒弟呀 斯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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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急急 进到金刚殿里面 在里面有个和尚出来 唐三藏一看 见他面如满月光 身似葡萄树 杨子好超凡脱俗 唐三藏就快点上前行李 我和尚也连望还你 就问 老师你是哪里来的 帝子是东土大唐皇帝 派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路过宝坊 求借叔一宵 明天就起行的了 哦 我们这里方山 十方常住都可以随便 何况长老是东土神僧 但得公养 行甚行甚啊 唐三藏就多谢这个和尚 就吩咐孙悟空三个一起进来 经过回廊乡绩 一直进到方丈室 行完离就跟君主坐定 那个和尚子呢 听闻说东土大唐取经人来到 始终又不论大小 不论长住挂塔 不论长老幸童 都一一来参见 喝过香茶摆上齋供 唐三藏就召来连开债经 住八戒一摊低头 摊摊摊摊 饭头摘菜粉汤一摊 好像倒水一摊 倒入大喉咙那里 那时方丈室四边 很多人围着看 有些就在称赞唐三藏 他说一表人才 神增风度 有些好玩的呢 就是专门看朱八戒吃饭 哇 那肥老和尚啊 吃东西不用召的 好像肠那样 沙和尚就轻轻撕了朱八戒一摊 喂 那肥老是先 看上去 看上去 见过这么多人看得完 他才忍着口慢慢吃 师徒四个吃完齿饭 始终和尚就收拾好桌面 唐三藏多谢过他们之后 始终和尚就问起东土内有 大家坐着聊天 唐三藏就问 布金子这个名字是怎么起因的呢 那个和尚就说 这间子本来是社会国吸孤独原子 又叫做奇缘 因为吸孤独长者请佛来到广京 所以用金砖铺地 就改名叫做布金子 近年来如果遇见大雨那阵 后面奇缘的旧子 还会现出金银珠宝来的 有些时运高的 还会执倒 唐三藏就点头叹息 果然是名不虚传 刚才我们进到宝山 看到门下两廊 有很多罗马车淡行商 在这里挟脚的 为什么呢 老师 我这座山叫做白脚山 往年是太平的 近日不知为什么 生了几个吴公精出来 时常一半路商人 虽然还说未止出人命 知道多得人怕 那些人就不敢在夜晚行 我们这座山下有一座关 叫做鸡鸣关 来往的行人 就要等到鸡鸡之后才敢过去的 外面的客人 都在这里借宿一晚 等听早鸡鸡之后就过关赶路的了 哦 原来是假 那我们也等到明天鸡鸡以后起程了 正在谈谈 我想又拿晚斋进来 唐三藏吃完晚斋 就和孙悟空两个 走出方丈室来散步 那时是上缘月 月光皎洁 师徒正在观赏夜景 有个和尚又来请 老师呀 我们老师爷 想见下中华人物呀 唐三藏就快走回头 见到月息下 两个小和尚 扶着一个好老的高僧 这位高僧守扶着竹节拐掌 走到上前就对着唐三藏行礼 哦 这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呀 唐三藏就连忙还礼 那老和尚一尾在称赞唐僧的风采 然后就问 老师呀 高寿呀 高寿呀 贫真虚度四十五年了 那问老院主专寿呢 那老和尚就笑笑口说 给老师带一个花甲呀 孙悟空就说 哦 那你今年一百零五岁了 你看看我老孙又多少岁了 嘿嘿嘿 哎呀 你上貌清奇 现在又月息朦胧 露纽颜花 看不出咯 大家就谈了一阵 唐三藏就问 老院主 刚才听说 这里是奇缘旧旨 不知在哪里呢 老院主就说 咦 后门那边就是了 然后他就吩咐开门 只见一大片空地 还有些碎石塌的长脚 断壁残门 荒草淒淒 唐三藏触景相情 合掌感叹 啊 亦识坦那须达多 曾将金宝祭憑我 奇缘千古流明在 长者何方半角落 唐三藏对展这个佛家圣地 不舍得走 就慢慢走到旧旨 抬击上坐落 忽然间 隐隐若若听得提哭之声 断断续续 那时只是夜心人静 又在旷野 听得声音凄厉 十分辛酸 唐三藏 原来那女子 在着想念爹娘 双心提哭 你